这个金门撞传2月14号发生 今天都已经3月5号了 整个过程越来越像鬼打墙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陈建仁 在今天在立法院被巡 那高金素美呢是这个战力爆表啊 他从他说这个光电帮啦 你们有云豹帮啦 鸡蛋帮啦等等啊 那这个陈建仁很火大 你讲的都不是 你讲的都是错的 没有这些什么鸡蛋帮 云豹帮口罩帮没有 然后他也不认缺电 然后他说他问高金素美 你说的确定依据在哪里呢 两个人是讲讲讲 讲到时间都已经到了 麦都已经被关掉了 还是停不下来 那韩国鱼只好起身打圆场 连韩国鱼都拦不住 这个高金大家知道 高金的这个直询的这个能力 是这个由目共睹 过去我相信你的脸书上也收过 很多片段的影片 大家是早上越看越有精神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个今天爆炸性的一个发展 就是海巡处长周美武 事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呢 他几乎都不见踪影 都是推付的出来 后来第一次出现在金门 也是一闪而过 非常的低调 那逃不掉了嘛 那他在昨天被问的时候 他说我们怎么可能 没有雷达迹象跟影像呢 这些资料全交给剪掉了 此话一出啊 所有现场的记者惊呆了 什么 原来有影像 然后这个管碧林立刻说 听错了 这是误解 可是回看没有听错 是耳朵有业障吗 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 海巡署长当时就在寻答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 有没有影像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 所以刚刚的最段 这些资料全部都交给剪掉了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雷达的航机跟影像 所以刚刚的最段 这些资料全部都交给剪掉了 好 这是苏小慧的这个质询 对不对 就问他嘛 有没有雷达航机跟影像 然后这个周美武之前还在讲 他说这个我本来不应该讲的 但是因为很多委员都关心 巴巴巴巴就讲出来 有没有那当然他事后解释了 管碧林说是听错是误解 然后他又解释 我讲的影像不是你们想的 那个壮传的影像 是雷达轨迹影像 然后不是这个他执行取缔的搜证画面 还说有的影像是后面 后面这个援助的 这个救援的一些影像 那管碧林再说 碰撞跟壮传不一样 就进入了鬼打墙的环节 登检呢就是持续调整位置 碰触的过程 碰撞是必然 但是呢 然后就推给海巡 对不对 你们自己海巡没有讲好 第一时间说明的社会沟通 确实不足 跟我大管并临没有关系 都是海巡的问题 对不对 虽然你们海巡没有讲清楚 今天他听到这个中美武这句话 一定是气不打一处来 对不对 谁要你这样讲 虽然后面做了一些解释 然后海巡署舰队的分署长也说 执行登检的过程 两船擦撞碰撞是常态 至于碰撞大小 是否导致陆船翻覆 有待警方确认 你不觉得整个过程很鬼打墙吗 他不断地解释 碰撞是必然啦 然后船上面也有碰撞的痕迹嘛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我碰撞 这这这这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不是撞船但是船上有撞几点 就从2月14号到现在为止 就进入了一个疯狂鬼打墙的一个过程 你看到周美武还不断地解释细节 有没有 大陆那艘船啊 他们因为用了两台很重的推进器啊 右边还有起网机啦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重心不平衡嘛 那两船追逐到最后 准备登检的时候一定会破镜啊 双方的高速接近啊 你认为会不会有擦撞 然后他又说 陆船的这个左鞋有明显的撞几点 其他船身没有破洞或者是凹陷 那不就是有碰撞吗 所以亮哥你怎么看待这段鬼打墙 让人真的是非常的疲惫 不他有一句很重要的句子 你这里没有写出来 他说在两分钟之内 大陆的船只那个速度从零节升到四十节 对零节哦 零节那就是说瞬间加速 那瞬间加速这就符合物理的原理了 瞬间加速你稍微碰一下 他可能就翻了 所以那个碰撞 我们那个署长他是说 他说如果是直接撞上 那以那个速度根本就会把它撞碎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哪叫碰撞 才轻轻碰一下 所以他们现在海巡署已经开始改口了 都叫碰触 之前不是叫接触吗 现在中文越来越 之前叫接触啊 反正他们不要用撞 撞这个字海巡署现在禁用 这个现在讲话都不能讲撞这个字 碰触 可是我跟你讲你碰触 如果他是导致翻船的 这个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 因为他高速行驶 他重心一定比较不稳嘛 而且他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把网抓起来那个叫 转洋机 他重心一定会偏一边啊 所以你碰一下他就会翻覆 所以这已经不是在谈说是不是碰撞 而是说是不是你导致他翻覆 就说翻覆有没有你的责任 这样听起来是有啊 因为我们在讲所谓过失致死 现在我跟你讲海巡署就是要圆一个谎 就是说是他自己翻的啦 那我们有稍微碰到 可是这个碰叫做 反正我在追他嘛 所以总是会有轻微的碰触 他们现在的逻辑是这样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我今天也跟沈富雄大佬 在那边研究 他就说他这个 国中高中这个物理分数是很高的啦 他说在速度快的时候 而且他是有丝稍微偏一边的时候 你给他加一点微微的力量 他可能就翻覆了 那重点就在于你是不是那个因素啦 其实你对他的撞击 不是这个署长所讲的那个撞击力道 他是可是他真的有碰到 不然不会有那个撞痕嘛 撞痕受害者家属人家 还有专家都拍了照 对不对 我们都看到照片 所以署长你想要圆这个 可是还是没有过这个李昌玉 上升的亮哥这一关 那等一下还有上升二号蔡委员这一关 不要偷我下水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要查的过失致死是说 你是不是构成那个 最后那个微量因素啦 那个不是力道的问题啦 而是如果不是你追 碰到他会自己翻吗 是啊 他讲如果说船这么容易转弯就翻 那这个照船业大概就完蛋了 根据那个幸存者是说过去他们 船开再快都不会翻嘛 那现在刚开始说他高速行驶 转弯翻覆 现在又解释这些细节 告诉你这个船的这个重量 是不平均的 因为骑网机嘛 他一定会偏一边嘛 但这个细节是新出来的嘛 之前其实很含糊的讲 骑网机我们要说我们蔡正元委员 预测正确 因为他就是一开始他就认定那个是海上做验船 对 他不是来捕鱼啦 他是来收网的 农村出身的 对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到正元兄第一时间讲到这个point 那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 对所以不管你是碰还是撞 在人家高速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确实是有这个 不能讲你碰要怎么讲 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这个要 碰撞点是有啊 为什么要验船 实际上验船跟验尸 都有它的必要性 对对 可是你要取得互信嘛 所以你就是要让对方有参与的过程 我们讲验传是说 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下 他这样加上去 他专家可以从那个撞横来推算 他撞的角度跟撞击的力量 那在速度如果是40节的时候 足不足以造成翻覆 这个要专家来回答 验师坦白讲是要看 他有没有撞伤 他翻覆的过程 是不是一个外力造成他 不然他怎么会失能 一个船长不会游泳 或者说在一分钟内迅速溺斃 这个太怪了 实际上大陆也是在怀疑这一点 所以一开始他们才会说 不然我们带回去验好不好 那当然我们这边不可能答应 可是你看到那个管妈 你看他改的题目叫做 取缔大陆及快艇事故案 取缔主体是什么 就是政府 取缔 他就是一定要把取缔放进去 所以主体是政府 所以我们目前要来 专案报告是要谈 台湾的海巡署的取缔事故案 而不是渔船的碰撞案 因为如果要谈渔船的碰撞案 那就是要谈这个船是怎么撞的 怎么发生的等等 那我感到比较遗憾的是没有人去追问徐晓星记者会那一段 因为周白有讲到那两分钟的关键时间 那前面那三十分钟在干嘛 那这一段没有人问 我就觉得很遗憾 因为我觉得真的深入案情 了解那个整个时间前因后果的那天咨询的委员并不多了 而且他们都被管碧琳骗了 我跟你讲管碧琳改作案报告是故意的 他事实上就是要引大家来批判我嘛 说你怎么可以改作案报告 你要道歉 就交点就只用在道歉跟批判管碧琳上面 那真相就没了 所以高手就是像高金这种委员 他主要的内容是问署长 他不要问高金 不是说错了 不要问管碧琳 因为问管碧琳没有用 因为他事实上对细节也不了解 而且他就是五届立委 就滚溜溜就跟那个鳗鱼一样 而且你在问他 你讲话他还在讲话 他一直占用你的时间你知道吧 所以后来我就看到那个罗志强 他虽然不是那种委员会 他后来就用他的大嗓门 用他的大嗓门把他压住这样 你如果没有这个绅士上把他压住 他就一直讲一直讲 那时间就耗掉了 所以事实上那天 如果你对整个案发的 2月14号到后面的发展 都非常熟悉的话 应该主要要问海军署长跟国防部 这两位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十千年薪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五年 三年 十五年